女子带五千万佛像来到健保舞台 声称这是做好事得到的回报 专家看后冷汗直冒刀 赶紧还给北京博物馆 那天的健保大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件价值连城的佛像 又有着怎样不俗的故事 在某党健保栏目上 一名打扮时尚的女孩 轻快的来到舞台中央 仅仅一瞬间 她手中捧着的佛像 便引起了全场人的议论 在主持人的指导下 女孩拿起话筒小心翼翼到 大家好 我来自河南郊座 今天带来的佛像 是做好人好事实得到的 希望众位专家能变甲时针 帮我完成一个心愿 什么叫做好事得到的 眼瞅的观众疑惑不解 女孩笑着讲述了佛像的来历 那是一个寻常的舞后 一名老大爷突然间倒在了石子路口 很快看热闹的人 就挤得了以三层外三层的 由于害怕被讹上 自始至终 无一人敢上前施救 恰好女孩路过 学医的她二话不说 就开始救着老人 期间她凭借多年的嗅觉 准确地在老人家口袋中 翻出了一瓶塑笑救星丸 千军一发之际 把老人家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等到救护车赶来水 她又悄悄地离开了 对于女孩而言 这不过是举手之劳 起床三天后的一个中午 一伙人找上门来了 一打听才得知 是来报恩的 中间的老人坐着轮椅 屁肋纵横地 把一尊沉定定的佛像 送到女孩手中 口里再三感谢道 闺女啊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这东西是我祖上传下来的 本打算供在牌位上 今天送你了 你可千万保存好 别随便借卖了 有趣的是 在那天后 便总有陌生电话打来 询问佛像的价格 期间甚至有人愿意 出一千万将心买走 眼瞅着这具佛像来力不足 女孩找了一位 钻研古董的朋友 带着好奇 两人回到了家中 看到佛像的第一眼 朋友眼睛都直了 口中连忙嚷嚷着 你捡大漏了 这最起码值五千万 听完了女孩的故事 一旁的主持人懵了 既然这么值钱 干嘛还要来健保呢 原来女孩的父亲 曾告诫她 做人要有手有脚 自力更生 今天之所以来 见真实假 是为了日后归还佛像 给老人家一个交代 话音刚落 健保席上就传了一声惊呼 姑娘啊 这东西 我劝你马上上交北京博物院 女子带五千万佛像 来到健保舞台 声称这是做好事 得到的回报 专家看后冷汗直冒道 赶紧还给北京博物院 此刻全场观众 都是一副 障碍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样子 就连主持人都弄不清楚 这件佛像 为何一定要上交北京博物院 为了缓起现场的尴尬气氛 一位专家指着佛像的底座严肃道 打第一眼我就确信这是个真品 尤其是这基座的设计 巧夺天空美轮美奂 充斥着明代匠人们特有的工艺 什么 他竟是明代的古佛像 此话也出全场顿时沸腾起来 熟悉古董的人都知道 明代佛像一直在拍卖市场 居高不下 这是源于其开创者朱元璋 早年时因为饥饿 全家十余口活活饿死 而庙里的和尚们 却衣食无忧 终日闲来无事 因此登基后 明太祖先后下圣旨 启动了多次灭佛行动 庙宇被焚 僧人被虚 甚至这位泥腿子皇帝 还定过一个奇葩的规矩 女人不到四十 禁止出家为尼 正因此 明朝传下来的佛像 可谓是少之又少 每一个都高得离奇 更别说今天这件绝世真品了 显然专家的话 并不能令观众们信服 毕竟是明古佛像关系重大 台下一位男子站了起来 急问道 你说这是明古佛像有证据吧 此话一出 台上的女孩也紧张了起来 其道专家接下来的话 令全场大吃一惊 女子带五千万佛像来到健保舞台 声称这是做好事 得到的回报 专家看后冷汗这冒套 赶紧还给北京博物馆 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 专家命主持人 拿着佛像绕场一周 很快上面的阴落 就引起了台下观众的轰动 只见这尊古佛像 通体采用low客工艺 表面蒙着一层四墨非墨 四油非油的薄膜 忘了观众疑惑的表情 一位现场专家激动道 这是古佛最重要的证据 只有历经六百余年的熏陶 才能染得如此纯粹细腻 这一层包将搁到拍卖市场 最起码翻两番 当然这还不是最关键的 你们再瞧这里 顺着专家的手指 众人才惊奇的发现 佛像的脑袋和身子 极其不成正比 甚至可以说差距悬殊 仿佛是小孩子捏的残字体 对此专家介绍到 这是明代工匠特有的艺术创新 是从佛本无相中提取的思路 紧接着专家又展示了 佛像的基底 黑色的座上 矗立着几个模样怪异的小人 那打败一看就不是中土人士 这就怪了 按理说一般菩萨座下 不是童男就是育女 民间寓意县子 怎么到了这里 反而似不像呢 正当大家一头雾水时 嘉宾席上的一位 戴眼镜的学者开口了 这是胡人装扮 出现在古佛身上 极为罕见 单凭这点就能证明 明朝时期 汉人一直保持着和阿拉伯地区的贸易往来 此时此刻 观众们才谎人大悟 这尊古佛的珍惜程度 已经是明摆着的了 接下来 来到了紧张次第的估价环节 在全场上百位观众的注视下 女孩给出了自己的心理价 五千万 如此天价让现场一轮纷纷 再看专家们的脸上浮现出一丝阴郁 也许是为了提醒女孩 一位学者苦口婆心道 不久前上海拍卖行刚刚成交了一尊明代古佛像 价格五百万 品相虽不及这尊 但也是业内孤品了 言外之意 五千万太离谱了 就在女孩打算改主意时 另一位专家忽然画风一转道 别说五千万 一个亿都值 可问题在于 她的价值已经无法公开拍卖了 丑的女孩脸上的疑惑 专家提高了声音 这尊佛像太贵重了 不应该被私人收藏 我劝你尽早归还博物馆 刚好北京首都博物院正在筹建 你的这件宝贝 一定会练整个展厅 蓬壁生辉 紧接的专家又透露 可以交给她 她们有关系 能代为捐献 不料女孩当即否定了这一想法 这次来到健保舞台 是为了见真实假 将佛像归还给的老人家 怎么能半途而废 改变初衷呢 面对镜头 她一正言则道 就算捐献 也得等老人家同意再说 话音刚落 便急忙离开了演播厅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